你怎么没想好啊 想好了 必须得结 就要嫁给叶辉 什么 我 我不跟你聊了 他回来了 圣古豪门恩怨 大戏有藏决策曝光 农家女能否踏入豪门 做什么乱七八糟的 卢兹雅 你去安排一下 让律师给这个八卦作者 发发律师函 警告他 如果不删除这条 造谣公众号的话 咱们就告他诽谤 雷文静和乐伍娜 他们来支持点点 还有 向平台投诉虚假信息 要求他们把文章撤下来 好 不过我问句不该问的 你对外不承认文静杰吗 卢兹雅 我知道你也很喜欢 你文静杰 但我这是在保护她 我妈本来就反对 我们两个在一起 现在让八卦新闻这么一闹她 事情搞大了就不怕输场了 我妈就更有理由逼我和她分手 但这也得迂回作战呀 其实文静姐挺好的呀 放心吧 我不会跟她分开的 喂 花花 喂 你干吗呢 对了 我跟你说 我那个商业计划书已经通过了 他们约我去面谈呢 你现在别面谈了 看心了吗 现在网上都在八卦你 说什么农村女能不能嫁进豪门 哎 你知道吗 之后立马又发了一条 叶辉说 成亲了 说是假的 不会啊 她还带我走红毯呢 你知道叶辉有过多少姑娘吗 多少女孩跟过这儿跟过那儿 最后不都变成浮云了吗 你偏偏飘走了 我觉得 现在可能是非常时期吧 毕竟她妈妈不是很喜欢我 如果这个时候让我们俩公开的话 难免 会让她妈妈不高兴 这种时候你还帮她兜着 我真的没有替她兜着 我爸还说呢 过一段时间 想跟她提让我们结婚的事 她怎么说 我上次告诉她了 她说 她怎么说的 她好像根本没有接我那一茬 我说什么来着 我觉得 现在最重要的是 应该把生米煮成熟饭 你们俩先生个孩子 我们俩真的没有出现什么感情问题 不用这样的方法 我告诉你啊 我爸还说呢 要在我妈生日会的时候 向她逼婚 我同意 逼她 就得逼她 我跟你爸一起逼她 你可千万别啊 我根本没有想好这么早结婚 你怎么没想好 想好了 必须得结 就要嫁给叶辉 什么呀 我 我不跟你聊了 她回来了 跟谁打电话呢 不告诉你 谁让你回来这么晚的 我这不是好久没有跟我的文婧一块儿吃饭了吗 今天还特意踩着点赶紧回来 是 是 是 我每天给你做好吃的 所以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好不容易啊 饿了吧 饿死我了 快 洗手吃饭 直接开洞吧 洗个手吗 没事 反正我得用筷子 我还热了一壶梅子酒 等一会儿就能喝了 太好了 梅子酒配三文鱼 我的最爱